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话存在 即使仔细想来 这样的话还真有 而且无论是年轻的女孩 还是有阅历 有经历的中年女人 都受不了 爱听得不得了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 哪两句话能俘获女友的心 能将它拿下 不过有言在先 这两句话威力巨大 不是真爱不能说 而且说了就要做 就要实施 只说不做 那说了也白说 甚至会起反作用 一定要切记 一 这是我的工资卡 爱情是一种感情 是一种感觉 爱情可以天马行空 可以在天上飞 但是生活不行 生活就像庄稼 你少交一次地 少失一次肥 庄稼就有可能长不成 在爱情中 可以肆意妄为 可以不考虑生活 不考虑柴米油盐 但是生活不行 生活需要物质 需要钱 真爱一个人就给他工资卡 往后余生都是你 比什么天长地久 还哭实烂的承诺 强一万倍 说一个我身边的真事 朋友叫周明 与女友谈恋爱 已经超过五年 两个人住在一个出租屋内 一事一厅 有次在吃饭的时候 周明问我们说 怎么才能让他嫁给我呢 说了两次了 他都没有明确表态 这时我们才知道 他想娶她 按理说两个人在一起 都已经这么久了 难道他对我周明 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都是单身汉 也没办法给他什么好的建议 但是在某一天 他忽然兴奋地请我们喝酒 原来他成功了 问他有什么妙招 他说我把工资卡给他了 女人天生没有什么安全感 哪怕时刻都抱在一起 他也会暗自担忧 对方会离开 这是基因里带的 改不了 我们平时的浪漫还有小惊喜 以及为了爱情做的很多事 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给女生安全感 可是无论说什么做什么 都不如将未来放在她的手中 用行动对她说 往后余生都是你了 很巧 工资卡就是未来的一种 都不是不食烟火的仙 都说钱俗气 可是未来我挣的钱 连带着我都归你支配 这样的事情 却是最大的浪漫 别说年轻女孩是这一套 中年女人更是如此 甚至更甚 经历了时间的磨难 中年女人不再如当初那样 渴望浪漫 对于物质的追求 达到了一个顶峰 确实哪一个人经历了风霜之后 都会明白钱的重要性 对于拥有这种思想的中年女人 给你 这是我的工资卡 这句话 可比说一万句 我爱你都强 可是你要记住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 要与她携手共度一生 这句话就如双刃剑 伤害了她的真心 也会伤害了你的钱包 更会伤害你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 非真爱 没有想好者慎用 二 我来吧 与小中见大 与细节中揽全貌 可能是女人的独有传承 当然 男人就相反了 就是看不到细节 满院子的活都看不到 在某个视频里 看过这样一段话 是一个男人的空诉 她是这样说的 我可以为你挡车 可以替你挡致命的伤害 但是我就是不想干这些小事 真不想 下面一水的赞 这些赞应该都是男人点的 因为我曾经也这么想 但是一件事情之后 我就改变了我的想法 那是我还没有结婚 跟女友在外面住 两个人之间总是有一些小摩擦 小矛盾 她总是说我 这个不做 那个也不做 天天就知道玩手机 当时也年轻 就跟她吵 说的内容 跟上面视频中的空诉差不多 什么 如果你要被车撞了 我愿意替下你 但是这些小活 我真的做不了云云 反正就是之类的吧 她说 听说过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吗 这点小事都不愿意帮忙 你说的话 除了你自己信 还有谁会信 再说 用我们一辈子都不会遇到那种事情 来搪塞现在的事情 你觉得合适吗 还有 你怎么知道 我不会为你 替你挡下车 如果我们都在说这个 那家里的这些事 是不是就没有人做了 我是准备跟你一起生活一辈子的 不是养着你 让你替我挡车祸的 我一下子就惊醒了 我之前的想法 其实就是在欺骗自己 就是在搪塞他 就是懒而已 我们一起生活 就要一起承担家里的一切 无论这个一切包括什么 都应该一起承担 第二天 看见他在打扫卫生 我对他说 我来吧 没想到 这一句简简单单的话 这一件简简单单的事 他竟然哭了 当初对他说我爱你的时候 都没见他这么激动 后来我才明白 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活 这是一种共同承担的承诺 我愿意与你一起承担生活中的风和雨 无论大事还是小情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而不只是某一个人的 这件事其实很多男人是看不到了 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工作 自己挣钱就够累的了 还要打扫卫生 要刷锅刷碗 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有这种想法的男人 在中年群体中最多 经过生活的魔力 再加上各种文化的熏陶 中年女人也认命似的 接受所有的小事 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能听到一句 我来吧 那女人肯定感动不已 对男人来说 这只是三个字而已 但是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这就是颠覆了三观的话 这句话跟上一句一样 如果不是真爱 没有做好付出的准备 就不要说 两个人之间最怕的 就是不情不愿的做事 做一件事 心里的埋怨就多一点 做一件就多一点 等到怨气越来越多的时候 两个人之间 就会产生很莫名其妙的矛盾 得不偿失 其实无论你做什么事 说什么话 想要让你的另一半开心 甚至被你俘获 最重要的前提是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 你也是真心想要付出 女人在感情中 还有婚姻中 其实很卑微 尽管近几十年来 这种现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大多数的爱情 还有婚姻中 女性依然处于卑微的地位 这是文化传承的问题 需要大量的时间才能改变 其实女人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想要彻底俘获一个女人 只有真爱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主动改变那些虽然不好 但少有人主动改变的传统 与她共同对抗生活的大事小情 才是让她全心全意 爱着你的好方法 什么是爱情 爱情是迷魂汤 会让陷入爱情之人迷失方向 只想着对对方好 爱情是洗脑玩 会让想要追求爱情的人 努力找到方向 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努力奋斗 爱情是相反境 总让人做出同遇到喜欢人之前 相反的那些动作 爱情也是情绪起伏器 让人能够在一天之内 既欢欣鼓舞又情绪低落 爱情就是这么神奇的存在 因为年纪不同 心境也就不同 遇到的爱情自然也是不同的 就好比一个女人 她在二十出头的时候 面对爱情 她有勇气直接说出自己的喜欢 也不求未来的结果 只看今朝自己的心情 可当一个女人到了中年 她面对爱情 就没有这么直接的勇气 她再也不会毫无顾忌地 说出自己的喜欢 这就是因为 她在以往的爱情里受伤 所以爱情对她来说 并不是必需品 可当中年女人真的陷入爱情里 又会是什么样呢 陈雅最近就陷入爱情之中了 她35岁离婚之后 就一个人带着孩子 刚开始那几年非常辛苦 让她也无心恋爱 再加上婚姻带来的痛苦太多了 让陈雅几乎对爱情免疫了 现在的陈雅已经45岁了 孩子正在读大学 且是个有主意的 凡事不需要她操心 自己开的饮品店生意也不错 陈雅也就慢慢显下来了 本身陈雅是个一点都不想谈恋爱 别人给她介绍相亲对象 她都婉拒了 可爱情来了 怎么都挡不住 由于今年团购小程序的兴起 陈雅也趁热打铁 申请做了店长 因为宣传得当 在她群里团购的人颇多 汪萍就是其中一个团员 也是因为在你来我往之中 陈雅和汪萍就熟悉起来了 陈雅了解到 汪萍也是离异人士 现在独自居住 她的工作十分忙碌 所以就经常在陈雅这里买菜 有时候晚上下班晚 她就会在陈雅这里买个汉堡 两个人也通过这样的接触 发现彼此共同话题特别多 慢慢的 陈雅就暗生情愫了 心里对汪萍就一点都不涉险 有时候两个人不小心有了肢体接触 陈雅也不躲闪 汪萍也从陈雅的改变 明白了她对自己的喜欢 所以没过多久 两个人就确立了关系 人到中年 很多男人对于女人所表达的意思 就更加迷惘 女人不直接说 想要通过身体暗示 男人都不一定能够明白女人的表白 这里提醒男人一句 到了中年 女人允许你碰这些身体部位 多半是爱上你了 一 允许你碰她的手 人到中年 一个女人允许你触碰她的手 就是爱上你的最好证明 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 她都不会闪躲 甚至有的时候 通过你们日常中的接触 故意用自己的手 主动来触碰你手上的肌肤 这其实就是一种 她已经做好了 和你在一起的准备 女人默许你和她有这个接触 其实就是象征着 她对你敞开了心扉 正所谓食指连心 女人的双手不拒绝你的接触 就说明她的心理 也给你留出了一大片位置 只等你拉起她的手 住进她的心房 成为她这一辈子唯一的爱人 二 允许你触碰她的眼神 中年女人或多或少 在男人面前 总有一些矜持和娇羞 她们的内心越是坦荡 就越不想要 同别的男人进行接触 所以当她对一个男人 没有那方面意思的时候 为了避免麻烦 干脆连正面的眼神都不给一个 如果女人爱上你的话 那么她和你说话的时候 一定会和你有眼神的触碰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女人的眼神总是会停留在你的身上 不管你是在拥挤的人群中 她一眼就能找到你 如周国平先生所说 眼睛是爱情的器官 其主要功能是顾盼和失眠 一个女人嘴上不说爱你 但她的眼神始终是藏不住的 当女人总是忍不住地看你 眼里满含深情的时候 就是她允许你多了解她的意思 三 允许你触碰她的脖子 女人的脖子是她身体特别重要的部分 脖子一方面连接着用来思考的大脑 另一方面连接着制造感情的心脏 有人形容女人的脖子 是最容易表达女人心情的地方 不论她生气还是心动 脖子的体现才是最真实的 所以当一个中年女人 允许你触碰她的脖子 这就意味着 她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都交给了你 也说明了女人把心也放在了你的身上 特别是因为你的靠近 女人的脖子也跟着镀上一层粉红 那她对你的爱就是很明显的表白了 手 眼神和脖子 都是女人身体最容易表达爱情的地方 不是特别信任的人 女人是不会放心让男人触碰的 虽然女人说我爱你的地方是用嘴 可是嘴巴很容易口是心非说反话 而心脏和大脑也很容易控制住情绪 所以她们都不足以说明女人对你的爱 反倒这几个地方 是女人内心最诚实的表达 她爱不爱你 信不信任你 对你有没有防备 看这三个地方就一清二楚了 所以当你身边有这么一个女人 允许你触碰她的隐私部位 证明她已经做好把自己交给你的打算了 如果你对她也有感觉的话 就要主动向她表示出你的心意 如果你只是把她当作普通朋友 并没有让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打算 就请一定要和她说清楚 不要和她玩爱情游戏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感谢您的观看